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台积电大涨之前 那大盘怕怕死 怕怕怕因为外资大卖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就要跟上 因为行情在台积电在上礼拜的带中之下 当然今天会持续的上高 大盘今天也是持续的上涨 还没有收最高 也没有马上再创了波段的新高 但是毕竟它跟前高在17956那个地方 只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 这个已经摆明告诉你 就是稍微这么拉 就美国只要大涨 台股这边已经开始持续要涨 就算美股不大涨 台股还是要涨 因为它之前压缩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跟上就对了 因为台股基本上是落后 国际股市尤其是美股的 那这个大盘今天涨了134点 持续上高 量价配额非常的良好 尤其你有跟上我们的1月4号 1月5号 那送给大家两档 两档股票也讲得很明显 不管是8210的秦城或是亚历 亚历亚洲最有利的人士 都涨都赚钱 不只要赚钱而且你要赚多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今天接着 看看我们的秦城 又穿好天价 当然你说我们赚钱 当然一定赚钱 而且还很棒 它尾还没有收最高 它穿好也穿到天价 那违言直接是直奔涨停板 这地方都是创天价 所以AI伺服器这边它的未来的确它所涵盖的一个扩散效应 那是不可 不可小觑的 非常好 你要好好的赚 不要只看 哎哟这个地方涨上来了 涨这么高了 你没想过什么股票还可以代替秦城让你所没赚到钱 我今天就准备了一档 那我今天1月22号的尾盘也已经开始收高了 但是还可以等你 因为毕竟股票在启动也不是一朝一夕 还来得及跟上 不然有一天它创了天价之后 你就毁了 就像这些股票都全部创天价 哪一档股票之前没跟你讲过 来我们来看过来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给我们会员的科学 早上在盘中的节目也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这个地方上周台积电的一个报喜之下 台股越来越亮眼 那本周又有美国科技财报的登场 那当然是利多一定出炉的 辉达股价也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尤其平一南又来台湾聚会了 所以它是非常带心 还有那个旋风又来了 AI的旋风又来了 所以台股僵硕一定是涨的 还难跌 会不会跌 我看连跌都不会跌了 今天那么大盘几乎是开高走 盘中震荡一下 还是几乎收在一个相对高档 你不要追高就好了 什么股票它会轮涨轮动 很健康的轮动 你等我就对了 不要自己在乱追 因为这次黄仁勋又来台湾 概念股当然嗨起来 尤其它就是地球最强的 最强的那个晶片 H200第二次第二季就要出货 构增这是地表最强的 所以当然他来台湾有什么 为了什么他自己要加分 而且股价也很给力 辉达本身的股价你自己看 一路创高一路创高 台股的AI概念股跟它相关性相当好的 麻吉麻吉的那些概念股 不管唯一就伪创 对不对 他唯一也创天价 所以一定会有行情 所以说怎么可能辉达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台股的AI相关概念股没有动呢 那是给你机会 连伪创都涨上来了 尤其是违影 违影的话当然是获利又好 今年吗 未来持续性的成长性的话 是不可 不可小觑 而且它是高价爱股 高价爱股最容易什么 有比较效应 那川湖也是高价爱股 川湖在那边做导轨的 也是机壳里面 也可以算机壳啦 它是导轨的 那机壳没有导轨就不行了 所以它等于也是机壳概念股 伺服器的机壳概念股 那所以辉达的领拘在创高之下 那接着我们要该怎么操作 就要注意到什么 伺服器还有什么 散热嘛 对了嘛 就去年五六月那些功课 把它拿出来再复习一下嘛 就散热嘛 那个五月份的散热嘛 好赚 也是嘛 那双AI商机已经带动散热族群 这个地方有一档虎 今天什么 又涨停满 明天一定创天价 就是在旗宏嘛 旗宏这档股票3017 去年的旗宏 大家都觉得说好贵喔好贵喔 今年更贵 他现在直接收380块.5 去年 那现在怎么样 去年好便宜喔 便宜得不得了 他也整理过啊 他从这高点391.5 开始跌下来之后 我曾经在这337.5的时候 曾经有提供过这份 相关概念股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有没有337.5 我说过了这块的话 你不要看坏它 337.5 就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任何拉回 接近这个地方 都是站在买方 2023年全年的 2023年去年的话 15块左右 所以我那时认为这档股票 实际上相对比较 实际上 散了很多 相对很多 应该说EPS 本益比相当低的股票 在齐宏的带动之下 也会一档一档的冒出头来 很多散了很多啦 因为它去年赚了15块钱左右 应该没有到 它都可以涨到 今天来到再登涨停板 马上就要创它历史的天价 391.5 应该是一张也就过了 那所以这档股票也特别注意 那你希望什么 希望大盘有跌 但是很难跌 曾经有跌了半死的时候 那好想看那个心情 要重复去回想 每次外资卖的时候 你为什么心情这么担心 因为你永远都是追高 但这两天开始你又热情起来了 但我常常讲说不是不能追 是追高由专业帮你做追高的动作 因为我是讲到前头的人 我不是下来才叫你追高 如果只叫你这个地方买 之前跟他讲 哎呀这行情真的很烂啊 外资站在卖方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甚至那个卖隔离 我就是说你不要理他 叫卖 卖 他叫卖够理他 卖够差别的意思 卖够理 卖够理 不要再理 别理他的意思 名字是不是有点像 那你算 他讲什么 他跟你讲说这行情 等它跌到什么 农历年后才会有行情 你听他们毁了 还有人告诉你大盘跌的快 那个大外资卖的快1000亿 1000多亿 一天卖780 一天卖400 哇加加1000多亿 大盘应该跌多少 17956 算一下还要跌1000点 你别这种谣言真的是止于自责 那有的 我是不是告诉你1700都不会来 1720到17300 拜托 跟你讲说那个就超跌区了 我跟你讲很明白啊 那你买这些股票任何一档在 在大盘来到17300之下的时候 外资卖完之后隔天 外资还是在卖 我说已经跌不下去了 快去弯腰减钻 实际上买这种股票也赚钱啊 哪一档没赚钱的 包括这些股票那时候你去买 任何一档去买的 都嘛赚钱 都嘛赚钱 那接着当然这边我们注意到 还有什么还没涨上去 建策嘛 注意建策嘛 因为其中在创 已经在即将要创的 历史的天价 那这样建策基本上它是龙头 那主要建策这些大家 或许都忽略掉 因为 建策当然是它主要是 超微的相关概念股 美超微创新钢 建策是它的勾意念 那当然建策也是全世界很强的 也是地表最强的 它就是龙头 它军热片也是 应该是全球第一 也是最大厂 然后实际上大家 现在目标都是聚集在 挥打挥打这边 因为它创的历史新高 还有AMD 那实际上它除了 它美超微也在创新高 所以当然超微 除了AMD的地方来说的话 建策是它的相关供应链 它也是挥打的 所以它有 它是二合一 二合一 所以基本上你要注意 它也在抢那个 挥打单子 这边已经在抢单中了 那未来的话 它有机会进入 挥打供应链之下 这地方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 建策这个地方 我认为 七字头到八字头 应该是一点都不难 你不要小看我给你讲的话 以前我是从五六百块给你讲建策 它竟然涨得很慢 但你买这种股票 是不会让你赔钱的 所以你要买对股 不要看那个线形 线形或者它们涨这种线形 也说实在还蛮难看的 常常涨一涨都跌下来 这一次只要 只要这边 这边一定不是问题 因为现在全面性的供应链 都已经在轮涨轮动 所以建策你唯一能注意的 还是建策 如果高教育股 你喜欢穿湖 唯一的 我觉得建策也不错 3653的建策 也是一档可以期待 可以让你美梦成真 所以不要说我没告诉你什么 我都有告诉你很多方向了 但是你要赚小钱 不要来找我 因为赚小钱是你自己应该有的权利 赚大钱就有点难了 因为心里面那一关过不了 大盘在跌的时候为什么你 大盘在跌 外质在卖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怕 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怕 因为永远都是什么 都追高嘛 所以等到人家发现 哎呀怎么消息明月不对的时候 你开始又想杀低嘛 这东西你可不可以不要看 交给专业 所以你完全都是看报章媒体 已经很明确告诉你 没有钱赚 没有钱赚 所以常涨一涨说 股票本身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么股票 可以低档做布局 而且法人正在吃货 甚至吃完货 你还在加码 因为可能你在低档买完之后 你又在 你刚好什么 你卖掉的时候刚好大着 为什么 因为那个压力都会看嘛 压力过的时候 就成为支撑嘛 所以同样建设这种股票 一样 就怕它不跌破 你管它跌破十字圈 二十字圈 通通给我站在买方 赚小钱不用来找我 赚大钱 等我的 什么时候不小心它会 它会什么 它会跟微影一样涨停板 一定有一天 你把它写在笔记本 一定有一天 核外珍告诉你 它有一天你就看到 建策 所有的台都在告诉你 建策哪里好 因为它涨停板 就如同今天的微影一样 你先把它记下来 接着当然AMD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超伪持续的 持续的创高中 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的 好 那接着要怎么操作 就一样回撤 警线站在买方 看有没有机会 说老师怎么看有机会 当然是机会是不太大 但是没关系 什么时候哪一天会涨停板一样 就跟窗户一样 包围影一样 我会告知你 我会告知你 673 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持续这样告诉你 这张股票就是 Bingo 你就不要再卖了 因为它是超微供应链之后 又加入辉达的一个相关供应链之后 哇那今年真的说实在 它已经 它说2024年 会胜于去年 实际上今年就是它最重要的一年 2024年 因为它正在抢单 记住它在抢单了 那齐鸿宜已经涨停板了 那这样今天推票是AI伺服器 几乎我跟你谈的AI伺服器的 真的这几档股票都创了天价 所以你的股票什么叫创天价 创了天价根本就是 就唯我独尊 包括什么就一人的天下 所有人都在你之下 那还有谁可以跟你比 所以上档都无压 所以为什么创天价很重要 那盖头一拿掉之后 很多人第一个来 卖在低档的永远就向上看你 那你永远都是第一名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你的股价 就是后面会有人跟着你走上来 那接着了 你就可以在天际上漫游 那种感觉是很美好的 所以AI伺服器今年还是续看高成长 所以这些股票一样 都不用去怀疑它 我们就跟你讲说不用怀疑它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持续了大胆的蓄炮 就怕你没有 那没有的时候你要开始吗 去找寻什么可以点到就涨 包括它现彎概念股 那维影这个地方今天 在这种股票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今天之前有大涨95块 就告诉你短底打成12月21号 所以要早一点的话 我们是跟你买的 我们有1670是此波半年线最低点 1670块 是啊没错1月5号 也是你自己看看我什么时候 外资现在可以调到2300到2460块 当然是因为它今年的营益率都在增加 0.5个百分点包括它的税后净利率年增 这年增都很重要1.6个百分点 所以为了这档股票当然是越来越好 有一点包括它本身 正在开发的众多人工智慧的伺服器项目里面 都涵盖范围相当的广 所以这都是最夯的题材 今年最重要的题材 所以维影为什么可以创天下 因为无人可以跟它比 接着这2300到2460块 所以今天涨停板也是没什么好经验的 就应该的嘛 接着AI伺服器里面 这地方还持续要放量 放量的时候外资调升目标价1220块是谁 就川湖嘛 这1月19号跟你讲过了 川湖本身的话 你想想看956块如果你买的话 今天涨停110块 两个交易就114块 114块 所以你喜欢这种感觉 之前跟你讲的很早的 差不多700800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它一定要涨 这个价位就天然交在 谁带你 谁带你买 谁带你赚 因为这个地方时间最短 获利最大最快速 当然很多人都很爱 马上就可以什么 点到就涨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要什么 要谁告诉你呢 因为谁要买你的股票才可以让它来到1100 这一定有两样东西 一定是有利多 包括有内行人士在做买进 那当然你要找内涵专业的帮你去发掘谁在买 那股票谁在买而已嘛 那今天两天赚了 就是这两个交易真的就114块 也蛮快的 一张就赚10万块左右啊 那等很久啊 这张股票说实在 说实在也等蛮久的啊 它涨了一波 来到1060 又跌下来 又涨回去 又创波段新加代表说 试浮器这个地方 真的不是看那条线可以给你解决掉 一定是看它的成长性在哪里 尤其试浮器的机壳 今年真的蛮夯的 蛮夯的 第一季就很夯的 所以接着窗户也创了天价 这我都前两天还是跟你 这上礼拜还是跟你提醒你了 那现在接着怎么办 创新高股票拉回 找买点 但是由我买给你 或许你可以去找寻一些 我给你领先 发掘一些背后迷你的题材 不用每次等到利多见报之后 你今天看我节目 所以要让你去印证 我们是怎么样的关心你 而且我们怎么样领先市场 所以穿五就很好赚啊 因为你一档股票带一档 这之前跟大家在报 1月8号也告诉大家 9569你买956就好了 现在你要买1060 好像今天有点困难了 但老师这样也让平民追购 不是办法 但是毕竟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谈 因为现在股票谈了 涨了今天 明天之后可能是要停下来 所以未来下一档是谁 候选人是谁 你才知道嘛 这股票真的说是还蛮凌厉的 我们当初在六七百块 开始跟你讲上来 六七百块 所以啊 六七百块股票是谁 刚才跟你讲过 多少六七百块股票 跟你点到股票 给我时间 我给你大钱赚 包括川湖 两天后面 950几块 你都敢不敢买卖 马上赚100多块 那之前呢 直接送给你的而已 看你抱不抱得住 七月份去年七八月就持续送给你的 好了接着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题材在什么 实际上安国也是很强的 这个神盾联盟挺过 他已经告诉你挺过登国在1月9号 集团营收当然这地方都会有复合性的成长 五年要成长三倍 三年要成长一倍 这是大家都已知的一个利多 所以接着安国这张股票 想想他的一个重要信息发布的时候 他并了新核半导体在 在41块 50块附近 我们是领下41块告诉你的 然后结果他这样涨了一波 还是持续涨不停 今天1月22号 他是被关了 还是很大倍 今天还是持续涨 149.5 再持续什么 再创一个新高点 也涨了很可怕 涨了两倍多了 41块是什么时候发生 10月份 10月底的时候 所以不要每次看我会跟你讲 什么股票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 但现在知道安国集团跟神盾 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安格 安国神盾 然后这些股票去年时候 在现行来说是蛮烂的 烂到什么程度 烂到不可看 但是话说越烂的现行我越喜欢 因为只要他有题材 他未来 他说他今天公司全部都走并购的 都是走细制裁半导体之类 直接买公司最快了 他就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代表什么细制裁 AI这个区块 都是今年非常的重点的规划之一 跟去年一样 只是今年的股票更在于金 不在于多 很多毛利率上不来的股票 你要把它剔除掉 所以他早时像那种新的题材 像他就是新的 他一直并购一些好的公司 直接毛利就灌水就上来了 不过钱摆的也没用啊 你要去开发一家公司 还走久的不得了 所以他走的这方式是正确的道路 那安国的话 这个真的就是直接 当你知道他转型细制裁的时候 说实来已经来到快50块了 但是最有意思啊 他发布这个讯息并购的时候 四五十块的股票涨到现在 还涨了一两倍 所以重要的讯息 他发布股票会休息一天嘛 那休息之后 把它涨了快两倍啊 包括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神盾啊 他发布消息的时候 是在149块啊 那我们的安国那时是买 10月17号他开始买的啦 还叫你用换股的 这之前的市价 10月17号 所以用LINE跟你通知有什么好处 你不会走终啦 就没招经啦 你就什么 你就会回行啦 就老师现在跟我讲知道 我就买了 你要管它涨了 最高那天还44点 我就买完之后的隔天 不小心还跌下来 但是我告诉你 10月18号还是持续买进41块 是不是 是不是很漂亮 10月18号买到41块了 债也没有低到 而且我们是特别的 给一些特别的人 愿意跟我们做动作了 特别的会员 就给特别的你 因为你特别 那你特别就会赚钱 所以特别半价 特别优惠 特别什么 就是你要特别的准备好 我就特别的给你 我们今天还有一档 特别给心仪的人 心仪就是你心动的人 还没有行动 我有一档新的股票 要给一个 你心动的人 现在还跟不上脚步 但是你已经确信 我们的确是可以让你什么 改变一生的一个团队 真的啊 你什么时候股票是东一档西一档的 没有 都是一系列的 好了 这一月四号 这个大家最记得 那时很多人在笑 哦 老师 那看来 咱家那个叫秦晨 我不是刚刚 那天秦晨跌啊 从那最高点啊 像那个什么 像溜滑梯一样 云霄 蹦下来 从二八五直接跌到最低点 藏一棒一根 我特别跟你叮你 找勤劳又诚信人 叫什么 秦晨啊 哈哈哈哈 老师我猜对了 那叫秦晨 可是今天是 收黑K棒最低 隔天还连续两天都收黑K棒 是不是最后的上车点 你自己回答你自己 梦正良师梦 去哪里找这种团队 1月4号就预知明天的未来 也提醒高 而且那天的股票 秦晨是从高点直接 堆到最低点 好像重商一样 重商进入加户病房的股票 你看是没有用 我们重新把你打造之后 又是什么 布置是什么 变生龙火虎 那亚洲最有力的老师是谁 当然是何怀珍啊 当然那两个股票 大家也知道 亚洲最有力的老师 实际上 我不是在吹嘘我自己 实际上我蛮厉害 其实亚厉啊 你看亚厉 1月4号就好了 我买完之前 就在电视上 就在频道上 我送给大家 节目上我送给大家 76块啊 实际上 1月4号我又送你一次 再点你一下 那时候价位大概79块 不到80块 今天不是 你说老师等这么久 不动起来了吗 最早他已经发 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在起风 你知道吗 你说老师起风 已经在刮风 已经在暗示你啊 变天啊 对不对 一定要有一个预兆出来 就帮我天下变冷变热 有预兆出来吗 这股票也是 他已经暗示你了 就有风来了 风来了 就有力了嘛 所以亚洲最有力的老师 就那个什么 重机的 重机就是电动车本身 你本身 机械的 这个地方当然是 这个地方本身 亚利1519 虽然这种股票是传产股 但是实际上 你好好去分析看看 这个都跟我们未来的绿能产业有关系 都是政府推动的政策之一 重电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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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重机概念股 也超级重机的 就很 很 这样讲吧 对不对 就是 也是很难搞的 很机车的 就是这样子 重机的 很龟毛的股票 我看到有一天 你就发到我的股票 看起来很龟毛 那都是洗盘 因为好股票 没办法洗到你不敢上车 怎么办呢 好了就这样子 好了 你看我们再直接算一算 821的行程 如果你可以买在 隔天的245就好了 亚利都不用算最低 买在78.5 一档行程 今天是323 亚利84.7 所以这都比较向运 你说老师 你讲话怎么这么神准 做人好一点 该讲 就讲不对 就轻轻的放下 我就带你轻轻的放下 我也不是说每档都准 那这骗你的 十档里面有一两档不好 我们也要调整 我就是有去调整我的股票 所以我的股票永远 就是会找到一些好的 好的礼物给大家 我也不追高杀低 因为你的钱很可贵 你100到300万左右 你不能等待 我知道 你看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 1月5号 现在每个人都想要买青城 买哪里 亚利 亚利可以继续报 亚利这一档股票 现在我可以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他慢归慢 实际上他 他那个 他可以 行程 都创波段的天价 亚利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 所以请大家 务必好好把握 我们的领先规划 但我现在不是这样去追高 所以手上有的 你要珍惜他 没有的 不要再错过 1月4号 那时候 现在还有什么 如同1月4号 送给大家的礼物 好 这比较重要 好了 这股票 持续续报就好了 而且这股票 从去年的2、30块 涨到一波 还有一波 对对对 你看 我跟你讲 买点啊 这公开的讯息啊 结果我们买在哪里 而且这个地方 告诉你非高点 92块 那就等他一点时间嘛 因为他非高点 所以更可贵他有下跌 我们买在哪里 76块左右 行程更不要讲了 现在都已经涨了 涨了 涨了快 快赚到一百块了 好 这个东西 我们曾经 近来非常成功 在你最辛苦的时候 又经过选举的 应该说染污 因为大家都心里很怕 包括现在中天的 投资朋友也是嘛 也是被恐吓 讨压 我们可能会打仗 可能会这样子嘛 所以说实在 大家都心里都什么 变得很保守 但是我虽然在中天 跟Colken大家一句话 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真正的好朋友 是股市办法的合怀症 因为钱是 人是英雄 钱是党 你什么看什么东西 都抵不过跟钱做朋友 对不对 政治本来就意思啊 不如我意 我还是要生活啊 如你意 难道他 真的你就会发大财吗 没有嘛 所以你选谁 谁选都不重要 最重要选你自己 懂算 好 那这张股票如果 那时候到现在 果然也是一波再一波 我就告诉你 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 发财专线 我爱钱 我跟你讲 钱就会爱你 真的 钱就爱你 因为你要珍惜他 不要一直每天怕他 你越怕他 钱越不来跟你 大胆的跟着我来 帮你找钱 找去那个 赚大钱的机会 赚小钱看节目 还是一样 不要追高杀低 不要预设行金 这个地方有问题再找我 要赚大钱再找我 这个地方 都持续跟大家讲 好 今天这张股票最重要 你要是这个 有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这张股票 除了AI伺服器这边 就是你也知道AI伺服器这边 都持续在创天价 那AI伺服器里面 当然除了这 这三档股票 还有很多都不错 大家也都知道 包括广达 包括很多 建车的概念 甚至其中 那些都是相关概念股 但是加车用的呢 你就不知道 对不对 我说一样会 不是要创破绽行动 会创天价 所以这张股票叫叉叉 你说哈 老师我找不到叉叉 好我找给你 因为特别给 已经心仪的人 因为 我们上次给你那个 勤劳诚信的人 找勤人 这一次我要特别给 已经错过勤劳诚信的人 特别给你 还没有行动 但是你有心仪 心里已经有想的人 你自己看 很好 天价在这边 还没有过 在低档 如果你羡慕这些股票 都已经创了天价 那这档股票 如果它低了 真的没有第一的 所以我给你找好了 所以有一份好的礼物 要特别心仪的人 你有特别心仪吗 如果你真的有的话 而且你要有行动力 电话就留给你 不要再错过 行程的下一档 这些股票 我都会慢慢归外给大家 在我口袋里面名单 都是一些特别好的一些 反而还没有吃完货 但是你即将出完货的股票 所以特别心仪的人 这个地方 如果你手上股票不对 常常涨不动 没关系 一切交给我们 0800370888 我帮你好好的做个 换股的动作 好 那接着 红毛股 当然这两档 无庸置疑 还是持续会发威 那发发发 实际上你可以填 填川虎也可以 填神盾也可以 填尾影也可以 但是这个 最发的股票 我今天把你填下来 因为你之前跟不上 对不对 那未来我跟你跟上 今天我特别要给你一个 重新再出发 特别的心仪 特别心仪的人 想要行动 这档股票明天留给你 这个框框下面这档股票 我帮你做规划 这叫我们的红包股 已经进行 是进行到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正在发 下一个系列 AI加车用的 已经发动 已经准备要发动了 你看雅力就是 就是什么 重电概念股 重机车的 我就喜欢叫做重机 重电概念股 也在上来 但我今天给你是一个 双题材 你就会什么 会有一个 红包就会双份的 好 自己 所以股市的观念 实际上还是跟大家做 一定要跟你讲 你一定要对 不要不对 什么 就是你的想法就很简单 不要看那两条线 然后不要老是看到低档 就不敢买 所以你找人就对了 找对的人 不要找那个不对的人 对你就没有帮忙 好 这个地方 学费 请你务必要交出来 给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人 因为学费是什么 你是学生 我是老师 你要赚钱 我有付出 行动 不是我爱钱 是因为你 我要你爱钱 所以免费资讯是最什么 最贵的 你也知道 因为那是免费 谁要给你免费 好像诈骗集团 给你免费的 你敢要吗 我跟人家每次说 不要钱我请你干嘛 我告诉我全部不要 不要不要 那都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请你 为什么要给你免费的 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你要被人家 你要被人家扒皮 要扒更严重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 开大门走路 该缴多少钱 就缴多少钱 好 这个是一个观念很重要 就是使用者付费 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水准的团队 我们背后有很多辛苦 也帮你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才有高品质的一个保障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拒绝 这些诈骗集团免费的送给你的 还有包括什么 叫你先做做看 赚了钱再付费 这都是 这都是一些 都是这种 我讲真的 你都有心知肚明 这种东西 你到最后终究 损失是你自己 我们拒绝这种诈骗的资讯 ok 好好的把握 我们的好好的一个团队 给你一个重要的明天 特别吸引的人 这个地方等你哦 我们在等你 祝福大家 这个地方 一定要好好的 跟上脚步 与钱同行 选股正风 何怀真 明天再跟你说个 好股爸爸 拜拜 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 你总是费割韭菜吗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 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 何怀真 带着您与钱同行